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宣布将在今年春节期间实施特别通关安排 这一消息让部分计划在四川和香港两地过年的港人十分兴奋 假成龙年将至 记者约访了数位在川生活工作多年的港人 谈谈他们今年的春节计划 2月5日在成都经营一家二手奢侈品店的香港青年林珊珊 关上了门店 开启了自己的春节假期 买香肠选春联 关店后的林珊珊忙着跟丈夫采买年货 准备启程回丈夫四川达州的老家 那21年成为了四川媳妇 我老公是达州人 现在跟老公共同在成都从事二手实体店 现在跟我老公商量的一个过年的安排 就是年30到大概初三初四 是在我老公的老家达州这边过年 然后大概是初五 一直到15元宵 就是回到香港陪我的父母过年 是这样子一个安排 已经体验过四川春节的林珊珊表示 虽然两地有着不一样的年俗文化 但年味都很浓 第一点就是他们是一般喜欢中午的时候吃团年饭 那我们广东包括香港喜欢是晚上吃团年饭 然后吃的东西菜式也很不一样 香港他会吃那个盆菜 然后大家围在一起 然后下面有那个炭火在烤 然后他们就是四川这边的那个我老公老家 他愿意就是先上凉菜 凉菜吃完有什么腊肠啊腊肉啊 然后再上热菜鸡鸭鱼肉 可能会比香港丰富很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红包这一块 就是香港人讲就一个一头 比如五块十块二十块 我就觉得这个文化习俗还是蛮不一样的 是我们婆婆自己家里面灌好的这个腊肠 然后我们作为一个礼物让人带过去 在贯城集团执行董事 红振元的春节行程表中 带着孩子体验川岗两地不同的新春习俗是重要内容 虽然已经在成都生活工作十余年 但今年还是红振元第一次在内地过年 往年呢 我基本上都在香港过年 然后呢 每次从成都回去呢 都会在一些特产 比如说 穷来的茶叶 然后呢 四川的这边的酒 还有我们的一些 四川传种的小吃 干果这一类的 都会带到去香港 然后呢 给香港的朋友去品尝 因为我父母在成都 然后孩子平时在香港 所以呢 这一次呢 想趁孩子早一点放假的时候 然后呢 提前带他们回来 感受一下成都的这种过年的氛围 计划春节前几天会来到成都 然后呢 初二左右就会回香港 就感受一下两边的这种差异 也可以让他更多的时间去体验 成都的这个过年的氛围 今天年夜饭呢 计划就是在成都 找一家比较有特色的川菜馆 然后呢 那孩子呢 也品尝一下 四川的味道 在成都从事教育领域工作的 徐正儿 是洪振元的妻子 长期致力于川港青少年交流 徐正儿说 他准备将今年春节 自己体验到的内地年俗文化 分享给香港青年们 希望呢 就是可能在体验跟香港不一样的 可能去季工靠花灯会啊 我们可能会去青城山去排山呢 因为我知道 四川人就是过年的时候 喜欢灯高嘛 我希望呢 给孩子带到不一样的体验嘛 还有感受四川人的夜情嘛 今年的话就是希望就是我们 香港两地可能更多的交流活动嘛 其实我们对四川呢 就是比较期待的 因为四川的文化底红很新嘛 刚刚三星堆在香港 检视三个月的围棋的展览 我们的今年的 我们都想就是多带一些学生呢 交流啊 回到四川来